我跟丫头哥去县城修手机 坏了 不是坏了就是 太黑了 太黑了 你要买什么 我要买 我啊 你不是问你的 那就羊梅吧 没有 现在大家三个是三少肚子里面的肥虫 想吃什么都知道 想吃酸的是吧 那我看一下 羊梅你都还要挑酸的买不 有甜的 这里才有是吧 这里是酸的 那羊梅 那羊梅还是要 过一段时间再吃吧 好感觉 广石那边的羊梅就可以 我去看一下啊 我们早去早回 好 可以好多 可以 嗯 成这一块可以吗 这么多吗 什么块钱钱 110 多少钱一斤 48 降价了 原来60块钱一斤 这能那么那么多 可以 好吧 好 好 太轻人了 尝一下 不要太酸就行 来 干啥 来 太新鲜了 哎呀 你看 十一块 不买完了 家里能够 对啊 对啊 我也吃饭这么多了 对啊 就卖了 你看 看他喜欢吃了觉得很帅 哈哈 拿这个尝 那 那 那 三嫂想吃的羊梅买到 买了有差不多五斤 全部给我买光了 整个市场这旁边加的羊梅 这个这个还是蛮新鲜的 对啊 我只是看了新鲜才买的 怎么再去买点菜的味道 我要去买鱼味卤池啊 就算了 这鱼蛋 放得里面 这鱼蛋 肉类的 肉类的 肉类 这鱼蛋 肉类的 肉类的 肉类 肉类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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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帮你帮忙 来吧 对 我帮你帮我去皮块 肥又一种来了 因为现在是禁鱼期 我们那个炉子不能下河去捕鱼 所以我们就要经常来买这些就是钢薯的鱼来喂那个鱼 我母他特意交代了想吃那个花甲所以买点花甲 花甲 花甲啊 哎 9块 9块啊 几块钱啊 9块 买几斤 买个5斤吧 买几斤啊 买几斤啊 看有10斤左右 8斤多啊 8斤就8斤吧 80块钱 我都买8斤多 我们现在东西买好了 然后手机也给那个老板看了一下没有问题 现在回家了 买几斤慢点啊 现在准备回家了哦 我们到家了 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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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今天晚上又烧烤了 因为今天我跟鸭头哥去县城了 然后帮三嫂买了一点羊梅 买了一点牛肉 然后今天晚上又在后山烧烤了 还有花脚 老罗又拿鱼过来 老罗又拿鱼过来 好丰富啊 现在就缺一个灯了 哇这个鱼看了好有食欲啊 啊 这里还有这么多啊 这个是啥 这个瓷巴 这里花甲秋泽已经炒好了 这里还有一盘牛肉 这里还有那个什么拍黄瓜吧 鸭头哥 啊 这个花甲今天是老罗炒的 不会吧 嗯 还有那个手艺啊 嘿 那么小看我啊 我知道的 哈哈哈 你尽管买了 买了买了买了 买了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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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买了买了是怎么了 对 今天开心吗 热闹嘛 看心啊好热闹啊 天天这么热闹家里面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感觉我们这里就是 大型的农家乐啊 哈哈 正宗的农家乐 一点商业气息都没有 我们下次要每 每个人从家里面带菜过来啊 嗯 我们 supre备好了 一个人带米一个人 带菜一个人带肉 哈哈哈 我带酸菜过来 哈哈哈 老罗那个鱼你就 Twana 啊 媽媽,你煮了這個,你叫我 媽媽,你給我一個多多 媽媽,你給我一個多多 媽媽,你給我養魚啊